HELLO 我是阿怪 今天要來介紹REAL從零開始的 疑似皆生活的新手攻略 希望讓玩家在還沒開始遊玩之前 就能對遊戲有進一步的了解 而一開始先說到遊戲資源 而藍色的那個東西就是遊戲的體力值 玩家各種戰鬥行為都需要消耗的資源 而聖金幣就是遊戲幣 在遊戲中購買、強化、突破都需要的核心資源 而綠色雲鑰石就是抽卡必備的資源 除了花錢之外可以在遊戲當中透過任務取得 而彩色的採光石通常只能透過 可金取得或是少部分的通關獎勵 可以用來購買體力或禮包專用 而再來就說到角色人物啦 角色人物的戰力有分等級、屬性、技能、星之氣、魔法器構成 而屬性更分為風、水、火、地、光、暗、無七種屬性 而等級會影響生命、攻擊、防禦三種屬性 而在突破之後就可以增加等級上限 來提高三種屬性 而除了三種常見的屬性之外 遊戲內還有其他的數值 暴擊率、連擊率、暴擊增傷、連擊增傷 傷害加成還有傷害殲滅 而基本上每位角色的自身數值都是固定的 而需要後天靠其他資源來加強 而遊戲中的連擊與暴擊 最主要就是針對遊戲中多段攻擊的角色 而必殺技的部分是不會影響這兩個屬性 看到這邊就會知道這個遊戲是多麼的有趣了 別擔心 我應該會做一個陣容搭配再分享給你們 然而每位角色擁有五種技能 被動、普攻、AP技能、SP技能與必殺技 而普攻、AP技能、SP技能 升級是需要消耗魔法書才能升級 而分別是100、200、400 而被動技能要經過突破才能自動解除 而必殺技升級需要重複獲取人物角色 或是得到回憶錄才能升級 而要提醒一點 一開始的角色人物數值都不會很高 要在進行角色培養的時候 要優先以第五個等級作為參考標準 星之器 而每位角色可以搭配三種星之器 而星之器是可以增加除了三維以外的數值 而通常會是以百分比的部分來做加成 而有些星之器還可以增加特殊的效果 像是吸取生命或是增加怒細詞等等 可想而知這個是多麼重要了 而如果需要提高星之器的等級上限 就需要有相同的卡片才可以 而特殊額外的效果也會提高喔 魔法器 魔法器玩家可以把它當作是裝備 分別對應1、2、3號位 而在裝備之後會產生1至4點的屬性效果 而兩種不同位置的魔法器 裝備之後還可以得到更多的加成 有一點點像是套裝的概念 而在一開始玩家不知道該如何搭配的時候 會建議優先培養艾蜜莉雅成間微風 而星之器的部分先選擇暴擊系列 而魔法器都可以 可以讓玩家輕鬆度過前期的新手時期 而在角色介紹欄位這邊 可以做預覽以及推薦的星之器與魔法器 不懂的玩家可以看這邊喔 以上就是REAL從零開始的 以世界生活的新手攻略啦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拜託點個讚 訂閱一下 也麻煩要開啟小鈴鐺啊 我是愛玩搞怪的西大怪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掰掰 掰掰 我們下影片下 bib ihre transmis 圖片 ですね まぁ 我們下ég us